罗姆尼州长是对的,的确是有些工作被输送到海外,而你就是这些公司的参与者之一,而我们的自由市场要起作用,我要帮助美国的工人。 如果我们采取罗姆尼州长的建议,那么我们可能会继续将这些工作输送到海外,而我要做的是修改我们的税法。 那些将工作机会输送到海外的公司,他们并没有向美国纳税,而也不能够在美国创造就业,所以我会终止这样的状况。 如果我们不在教育方面进行投资,在基础研究上进行投资,那么我们将在未来的竞争当中失去自己的优势。 另外,我们要在清洁能源和风能上进行投资。 我们现在和中国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沟通,自从我就职以来。 事实上,他们的货币,自从1993年开始已经升职了不少。 而至于我们的军队还有安全,我们将会在太平洋地区重新崛起,实现这个地区的再平衡。 因为亚洲地区将会是未来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地区。 我们传递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,美国是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强大的力量。 我们会和这个地区的国家共同努力,确保他们能够自由地航行、通行。 我们和其他的国家一起去给美国施压,让他们感受到一定的压力,开始遵守相应的规则。 这是美国所应该展示出来的领导力。